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啟程前往越南進行國事訪問 原定在越南停留三天 要在11月18日 iPad年會結束後 才會順道赴新加坡訪問 但為了這場馬席會 形成緊密大挪移 1993年的孤王會談 就是在我後面的這一棟 大樓海皇大廈裡頭進行 當年新加坡為兩岸接觸 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平台 而這一次馬席會 新加坡更是義不容辭 充當起兩岸的橋樑 1993年4月在九二共識下 國王會談這一握兩岸破冰 寫下兩岸歷史的新頁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是幕後的推手 也留下兩岸條人的歷史地位 是個22年兩岸領導人王健王 再次選擇與新加坡會晤 還特別魄力在假日舉行國事訪問 這一次的訪問時間是6號和7號 剛好是星期五和星期六 其實按一般的慣例 新加坡政府是不會在休息天的事 接待國事訪問 習近平三天旋風式的出訪 6號抵達新加坡後 7號上午在新加坡大學演講 下午進行馬席會 從建國總理李光耀 邁向李顯龍時期的新加坡 以高規格的情勢接待 也再次展現居中協調的角色 記者戴綠 楊世絮 演編於新加坡報導